上次我们用这个薛登俄方程把氢原子解了 然后我们对氢原子有了一些了解 然后我们利用这些已经了解的知识呢 我们来研究类氢原子 什么叫类氢原子呢 下面我们一个例子一个例子给大家展示 第一个问题呢是μ子被自制俘获 这μ子是什么呢 μ子是质量为这个电子质量200倍的 但是其他的这个比如电荷呀 自旋呢其他特性它是都是一样的 那么关于μ子的发现呢 它前面这个咱们历史上有一段那个小小的插曲 就最早啊就是这个日本有个物理学家叫唐川秀树 他研究这个强强弧作用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他为什么强强弧作用这个作用力 这是为什么短程的 后来他发现中间应该交换的是有质量的粒子 他预言这个有质量的这个粒子应该是多少呢 大概是电子的200倍 质量的200倍 所以当时这个他这个预言 以后不久实验上就发现了这个μ子 所以大家以为这个μ子就是唐川秀树所预言的那个介质 就是联系强强弧弧作用的那个粒子 可是后来发现这个μ子啊 跟强强弧作用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性质跟那个电子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它是质量重一些 然后它是这个它不稳定啊 它可以衰变的 它只是这样 可是后来这个再过了一些时间以后呢 又发现了一个大概电子质量的200倍左右的拍戒指 那个才是唐川秀树所预言的东西 这是中间有个这么个插曲 所以μ子总体来说 它是跟电子完全一样的 除了质量不一样以外 那现在假如说它跟这个子子碰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像电子一样 它在子子附近不是形成一个μ原子吗 就像氢原子一样啊 可是你如果直接把这个氢原子的结果用于 比如说啊 你把氢原子的能量本征值 其中电子质量 你换成μ子的这个质量 是不是就可以呢 当然这个也是不错的 这个近子也是不错的 可是如果你更精确一点 那你这样做的话呢 可能稍微有些不是有一些近子的成分 什么道理呢 因为你这个μ子的质量是200倍的电子的质量 子质是电子的1800倍 所以这两个质量之间差大概9倍左右 所以当μ子在子质周围运动的时候 子质受到μ子的影响 它也会动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应该在子星考虑的话 这件事情就比较准确 在经典物理里面 我们知道在子星系里边 如何处理两体问题 这属于两体问题的吧 一个子质和一个μ子这个形成的一个体系 那么这个两体问题呢 经典物理的时候我们讲过 你只需用这个折合质量的话 折合质量就是这个代替其中某一个质量 那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两体问题就化为单体问题了 就是这样 在经典物理里面我们知道 你如果把这个两体问题化为单体问题的话 你只需用这个折合质量就行了 对吧 那么用折合质量 你代替动能中的那个质量 那动能呢 你又可以把它写成算幅的形式 那其他比如说四函数 四函数因为只跟这个电荷有关系 跟质量没有关系 所以其他的哈密顿量 其他部分都没有变化 只有质量有变化 只有这个质量 你用折合质量代替的话 这个体系跟氢原子体系的哈密顿量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解出来的能量本增值也好 不含数也好都是一样 只是这个质量要替换一下 所以μ原子的这个能量呢 这时候你要用一个替换的折合质量来代替 这个就是这个内氢 内氢原子的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电子数 电子数呢 是一个正电子和负电子形成的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当然 你更应该要利用这个折合质量来处理 因为这个时候 正电子和负电子不可能哪个是中心 对吧 所以一定要在磁性系处理 在磁性系处理的话 跟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 它属于内氢原子 你只需用正电子和负电子的 折合质量来代替电子质量的话 你这个能量呢 就是正确的能量了 就是电子数的一个能量 那么这个正电子和负电子 它们质量因为完全一样 它们的折合质量呢 刚好是二分之电子质量 所以呢你的公式里边呢 多了一个本来是二 现在变成了四分之一 这样一个结果 正电子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电子的这个反粒子 这个邓电子实际上是从这个 提拉克方程里边预言出来的 提拉克方程是什么方程呢 就是我们讲薛定额方程是非相对论的 关于质量m的物质波的一个方程 那么提拉克方程呢 它是关于自旋二分之一的一个 有质量的相对论的一个方程 那这个方程里边 你自然会解出来一个 具有负能体系的一个 负能级的这么一个体系 那么当时这个负能级呢 就是它意味着 你这个电荷是带正电荷的 因为你带负能 负电荷的这个电子的能量是正的呀 所以你这个刚好是和它对应的 负能量呢 刚好是这个对应正电荷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迪拉克就当时预言 你这个发现这里边这个正电荷 刚好是应该是脂子 对不对 因为你脂子的电荷量 不是跟电子的电荷量 符号正好相反 可是电量一变多是吧 可是后来有一个数学家 他就发现这里边有问题 他对着提拉克方程 他说你这个提拉克方程预言的东西 应该是和负电子 完全对称的一个例子 质量应该一样 质量应该一样 除了电荷仿号以外 那么后来过不多久呢 就是安德森在实验上 发现了正电子 正电子呢 就是这个电子的这个反粒子 正电子和负电子 它们互相湮灭 可以发射噶马射线 下面一个这个内氢原子系统呢 就是这个氦离子 大家知道氦呢 实际上是有两个电子的 现在假如其中一个电子 电离掉了 离开了这个原子 那这个不是变成一个离子吗 只有一个电子 对吧 那这个一个电子 绕着这个原子核 就是氦核运动 那这个体系不是跟这氢原子的体系 完全一样吗 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呢 唯一的不同是 当你写这个电子的四函数的时候 电子所说的四函数 本来在氢原子里边 是一个电荷量的平方 现在在氦核里边呢 氦核是带两个电子单位的电荷 对吧 所以你这时候电荷量呢 要J倍的一平方 J当然就是二了 这个就没问题对吧 那质量呢 质量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研究的还是电子 所以动能那个部分呢 还是原来氢原子里边的动能 所以现在四函数只是改变了 改变了 只是改变了一个一平方前边的系数 变成了二 所以你现在这个能量呢 写出来的时候 原来我们在这个氢原子能量里面 不是有一个一平方吗 一平方量你就现在代换成 一四次方嘛 你就代换成J平方 这样的话呢 氦离子的能量就变成这个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研究内氢原子体系的时候呢 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所谓氢原子的同位数 那实验中 这个人 乌瑞这个人呢 1932年 这是刚好是这个 就是发现中子的那一年 他是在实验上观察到什么呢 就是氢原子啊 不是在巴尔摩蓝线这个地方 有这么一个谱线 是不是 可是他这个光谱仪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的分辨率非常高 他总能发现在这个线旁边 有一个很接近的一条线 这条线呢 但是有点暗 那么这个线哪来的呢 那他的解释呢 就是利用了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因为这里边 因为有原子和核心 有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使得这个谱线呢 稍微有个偏移 这个解释非常容易啊 按照刚才我们的解释 对氢原子来说 你本来你可以说 在氢原子里边 我们用了电子的质量 对不对 但是即使是对氢原子来说 如果你考虑到 子子有可能受到 电子运动影响的话 正确的写法 正确的做法 你仍然要使用折合质量才行 对吧 对电子也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折合质量呢 和电子质量差不多 差别不是很大而已 那么发现的另一个 假如说是出现这个半线的 另一个同位数呢 假如我们说 当时还不知道这是刀 它的同位数刀 我们现在把它 因为说话方便 我们说刀 刀的这个折合质量呢 当然你要这么写 可是当时不知道 刀的核的这个质量多少 我们把它暂且写成amp 那这样的话呢 你在这个光谱的公式里边 我们不是有个李德堡常数吗 李德堡常数实际上是跟这个质量成正比的 你回头看一下那公式 你就会发现 那现在这个李德堡常数和原来 假设直指不动那个情况来说 你现在不是用了折合质量吗 当然你这里边就会有这么一个因子 多出来一个 对于刀核呢 同样的 都是同样的 这里边用的R平方减去1 这是从 这个初态N等于4到N等于2 这个2态的这个月前 刚好对应这个蓝线 那现在你把这些带进去 再把你已经知道的这个实验上的结果带进去 那得到的结果呢 实验上观察到这个补线的这个波长差别不是这个吗 你带到这里边 你就可以得出来 预期的那个你所不知道的那个铜飞素的那个核的质量 是氢原子质量的这个大概是两倍 氢原子不是核质量 氢原子的核只有一个质子对不对 那你现在铜飞素里边是它的两倍 现在我们知道实际上刀核是由这个中子和子子组成的 因为你这个带电量它还是一个单位嘛 是吧 所以现在可以知道 这是刀核是子子和中子组成的 下面一个这个类氢原子呢 是碱金属 什么叫碱金属 大家知道就是 价电子是一的那种那种金属 对吧 比如说钠呀 钾呀 这样的元素 这样的金属 那么这样的金属呢 你可以把它看出是 中间有一个原子石 然后架电子绕着这原子石运动 所谓原子石呢 就是除了中心原子核带这个单位的电荷正电荷以外 那周围这一件一个电子呢 形成一个大致是球形的一个形状 那么电子分布在一个球形的这么一个区域里边 那总体对最外层的这个电子来说呢 实际上它受到的 受到从核心 受到的核心的这个力呢 是只有一个正电荷单位的一个力量 对吧 因为这里边 这一件一个电子的 这一件一个电子的这个电荷中心 应该是在核上 对吧 所以总体来看呢 相当于一个电子受到一个正电荷单位的核心的一个吸引 这不就跟氢原子是一样的吗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对这个系统呢 直接把这个氢原子的能量用上去 但是实验上发现呢 碱金属原子电子能量 不仅跟这个量子数N有关系 还跟L有关系 氢原子里边只跟N有关系 对吧 跟L是没有关系 L是这个脚量子数 跟脚动量有关系的那个量子数 那么这件事是如何解释呢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 有两个这个现象啊 可以把这个把这个实验观察到的现象 给解释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原子核的极化 另一个是轨道贯穿 什么叫原子时的极化呢 就刚才我们说 实际上除了我们要研究的这个架电子以外 其他的电子啊 实际上是在里边 对吧 可是呢 当这个架电子 绕着这个原子时运动的时候 你这个电子对这个原子时 不是有个排斥作用吗 所以实际上使得这个排斥作用呢 使得这个这件一个电子的这个电荷中心呢 比这个原子核的位置啊 稍微远了一点位置 等于就是说 这个原子时有了一个极化 对不对 就跟我们电子学里边 学过的那个极化是一样的 你是不是这个电荷对这个负电荷中心有一个排斥把它移到远处一点呢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像偶极子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这个偶极子当然跟电子之间 你看他们是属于吸引力的关系 吸引力的结果是这个电子的能量呢 降低一点 对吧 比原来要降低一点 就是这样 那当然在这里面还跟可以说跟Air有关 你不同的Air你降低的程度会不一样的 因为你这个电子当然是运动了 你不同的运动 你对它的极化程度当然是不一样了 第二个呢 轨道贯穿 你说是原子时 可是电子并不是说极电子永远在这个原子时外边运动 它还是有在原子时内部出现的概率 这个没问题吧 这个接收起来没问题 对吧 那这个画的是一个 一个就示意图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极电子有在这里面出现的概率 它一旦在这里面出现的话 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出现在这儿 这个时候呢 对这个电子有作用的那些电子 其他电子应该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半径里面 球里面的那些电荷 对吧 这是我们电子学学过的 这个如果电子在这儿 那这个球里面的电荷呢 对它有作用 这个球外边的那些球壳上的电荷 对它是没有作用力的 这是我们知道的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等于负电 负电荷对它的作用减少了 对不对 那电子是带负电的 所以整体原子是对它的这个吸引力增加了 所以呢 轨道贯穿也可以使得这个电子的能量降低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碱金属 碱金属这个原子的能量 如果把它当作类氢原子写出来的话 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前面这个 因为氢原子能量 你可以按那些公式写出来 你也可以简单的写成 负13.6除以N平方 对吧 现在在这里边呢 对于氢原子来说 这个J平方显然是一样 没问题的 对吧 可是刚才我讲过这个 极化和轨道贯穿的效果呢 使得这个吸引力稍微大一点 吸引力大的意思就是能量负的就要降低一点 对吧 降低一点 这个J稍微比一大一点 比一大一点这一点呢 传统上不这样写 不是把这个直接写在这 而是他们宁愿把这上面还是写成一 可是把这个大一点一的地方呢 在分子分母上减掉一点 减掉一点这不是变大点吗 减掉一点这个东西把它叫做量子数亏损 你这不是量子数吗 所以量子数亏损 就这样 这样的话呢 减金属原子啊 也可以就是 也减金属原子的这个能量 也可以通过这个氢原子的这个能量的表达式表达出来 不过它还是稍稍不太一样 对不对 这不是有个量子亏损吗 那具体量子亏损你要计算出来的话 那是另外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 对吧